孙权作为吴国的当家人 从公元200年孙策去世开始算 实际掌控江东军政长达50余年 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家庭 早在孙权年轻时就由母亲吴国泰做主 娶了东汉尚书郎许献献令谢九的女儿为妻 谢夫人是土生土长的江东人 家乡在会计军山音县 当时孙权在孙策的庇护下日子过得很闲适 他有时读书教友 有时游玩涉猎 有时跟在哥哥身边出谋划策 谢夫人置书打理温柔娴熟 作为孙权的结发妻子 婚后的几年 两人的生活曾非常甜蜜 但好景不长 在孙权19岁那年 孙策被刺杀身亡 孙权仓促即位成为江东之主 这种身份上的转变 赋予了孙权无比尊崇的地位和无穷的权利 也让他对女色有了更多的需求和选择 不久他便纳了一名小妾 正是这位不知名的小妾 给孙权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孙登 如果仅仅是纳妾 尚无法动摇谢夫人作为正式的地位 那么迎徐夫人进门 就直接导致了两人感情的迅速破裂 徐夫人是吴峻傅存人 她的祖父徐珍与孙权的父亲孙坚 是同乡好友 徐珍娶了孙权的妹妹 生下了儿子徐坤 徐坤正是徐夫人的父亲 因此徐坤与孙权是顾表兄弟 按辈份 徐夫人还得管孙权交一声表书 两人的血缘关系并不远 吴峻徐氏在江东也算得上名门望族 徐坤年少时便在郡中作官 黄金起爆发后 孙权开始在家乡招募并勇 镇压起军 徐坤也毅然辞去官职 跟着舅舅南征北战 激功升为骗将军 孙坚战死之后 徐坤又跟在表兄孙策的仗下 在孙策攻略江东的多次战役中 立下了赫赫功勋 被拜为平鲁将军奉广德侯 可以说徐坤的官职 在整个江东的武将系统中 仅次于孙策本人 要知道孙策直到去世 官职也不过就是杂号的讨逆将军而已 而孙策手下的两大元勋 周瑜和成谱 此时仅仅是代理剑威中郎将 和代理荡寇中郎将 可见徐坤地位至高 但遗憾的是 公元200年 在跟随孙策征讨皇族的战役中 徐坤不幸身中流剑而死 父亲去世时 徐夫人已经出嫁了 丈夫是陆迅的同族兄弟 远卢江太守陆康的孙子陆上 不过路上早逝 孙权见寡具的婊子女貌美 便收入了房中 徐夫人大族出身 又是功臣之后 身份要比谢夫人尊贵 因此孙权便将长子孙登 交给了徐夫人抚养 并有意将她立为正气 谢夫人自然不愿意 孙权因此而心生恼怒 谢夫人失去了孙权的宠爱 身体愈加憔悴 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徐夫人虽然后来者居上 一时得意 但也没能持续太久 孙权喜心厌旧的速度太快了 他的后宫几乎年年都有新人入住 徐夫人有嫉妒心很强 经常为此与孙权争吵 因而逐渐失冲 赤壁战后 孙权将之所牵制进口 徐夫人就被遗弃在了吴郡 此后几十年 两人一直分居 直到徐夫人因病去世 除了谢夫人和徐夫人 这两位正气 孙权还有很多侧氏 其中最著名 也最受宠爱的 当属布恋诗 布恋诗是林怀郡怀银人 与东吴的名臣布智同族 祖上是位列孔子 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布书城 林怀布氏在两汉时期 累世宫庆 是怀斯地区有名的世家大祖 东汉末年 布恋诗本来跟着母亲 准备迁居卢江躲避战乱 可正赶上孙策进攻卢将军 于是母女二人就东渡长江 来到了吴郡定居 后被孙权纳入了府中 布恋诗性情温和 美貌绝伦 且不喜欢争风吃醋 他不但不嫉妒其他的妻妾 还主动向孙权推荐了 很多温婉贤良的女子 来充实后宫 孙权对布恋诗极其宠爱 无与伦比 用三国治理的原话 就是宠冠后庭 公元二二九年孙权在武昌登基称帝 立长子孙登为皇太子 因为远在吴郡的徐夫人是正妻 又是孙登的养母 所以众臣就一起上奏 请求策立徐夫人为皇后 可问题是孙权与徐夫人 已经分居了几十年 两人早已形同陌路 孙权心中主义的皇后人选 是不恋诗 但又不好因为此事违背礼法 站在满朝大臣的对立面 因此吴国的皇后之位一直空置 只是在宫墙之内 嫔妃和侍从们 还是习惯称不恋诗为皇后 近期的亲属们给孙权上书 也都对不恋诗以忠公相称 可以说不恋诗就是事实上的 吴国皇后 只是欠缺一场正式的册封大典而已 不恋诗给孙权生了两个女儿 长女名孙鲁班自大虎 因嫁给了魏将军权从而被称为权公主 次女名孙鲁裕自小虎 因嫁给了左将军朱巨而被称为朱公主 在孙权后宫中有两位王夫人 其中大王夫人受宠的程度仅次于不恋诗 她给孙权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孙和 小王夫人则是六子孙修的圣母 此外另一个谢夫人生了四子孙爸 郑夫人生五子孙奋 潘夫人生七子孙亮 还有两位不知名的嫔妃 一个生了二子孙绿 一个生了公主孙氏 孙氏后来因嫁给了大臣刘转 被称为刘公主 袁夫人是袁树的女儿 袁树去世后 她的家人大部分南下 投靠了卢江太守刘勋 后来刘勋被孙策击败 这些家眷也被强迁到了江东 袁夫人温柔贤淑 品行高洁 只是可惜不能生育 孙权也屡次将其他嫔妃生的孩子 交给她抚养 却没有一个能养的活 赵夫人是吴国大臣 方氏赵达的妹妹 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 第一位女画家 她的画作水平高超 记忆精湛 其刺绣 织锦的手艺 同样冠绝天下 综合史书记载 孙权至少有13位后妃 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虽然家庭成员众多 但直到孙权步入晚年之前 他的家庭气氛还是很和睦的 当时不连师统领后宫 他人品端正 温婉宽和 众嫔妃也都尊备有序 不敢用诋毁他人的方式来献媚争宠 在众位子寺中 长子孙登太子的名分早已确定 他与曹操的长子曹昂 情况十分类似 两人都不是低出 却都是由郑氏抚养长大 身份仍然要高于那些庶出的弟弟们 孙登是孙权最优秀 也是最喜爱的儿子 在这位长子的身上 孙权寄予了自己全部的希望 可以说不连师和孙登 就是吴国宫廷之内的两大定海神针 只要他们在孙权的后院 就不可能乱了套 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二人竟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相继离世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乱了吴国后宫的秩序 和孙权在继承人上长期的规划部署 也让别有用心者找到了利用权力控当 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 兴风作浪的机会 而年老昏溃的孙权 又偏听偏信 昏招频出 最终酿成了这一三国时期 血腥味最浓 波及范围最广 影响最为恶劣的宫廷惨剧 孙登自子高 孙权的长子 生母为某位不知名的妾室 养母是孙权的第二任正妻 徐夫人 公元21年 孙权为了抵御刘备东征 防止父辈受敌 而主动向魏国称臣 曹丕派特使 封孙权为吴王 同时任命孙登为东中狼将 封万户侯 不过这份官职和爵位 孙权并没有让孙登接受 当年孙登虽然只有13岁 但已经表现出了 过人的人孝和聪慧 孙权也对孙登寄予厚望 将其视为最佳的接班人选 重点培养 同年 孙权正式立孙登为王太子 并昭告天下 曹丕曾要求孙权 必须将太子孙登 送到洛阳做人质 以作为魏国 不向吴国用兵的前提条件 当时刘备正大军压境 孙权当然不敢拒绝 但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 为了稳住曹丕 孙权派去的使者浩舟 甚至拿全族百余口的性命 为此做了担保 孙权听说后 拉着浩舟的手对天发誓 感动得涕泪横流 但酷完了之后 却仍旧是百般推诿 一会儿说太子还小 不放心 一会儿又说太子还没结婚 不合理智 反正就是各种花言巧语 拖延时间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 宜邻之战结束 曹丕又派了新批和环街 这两位重臣 来武昌与孙权盟室 顺便下达最后通牒 这次无论如何 得将孙登接走 可没想到孙权 当即换了一副嘴脸 明确表示拒绝 公元22年9月 曹丕宣布御驾亲征 兵分三路 讨伐东吴 期间 曹丕给孙权 写去了最后一封信 信上说 朕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你拍一条小船 把孙登送过来就行 他早上来 晚上我就撤军 可见孙登确实是能让曹丕 保持克制的底线 可问题是 孙登也是孙权的底线 孙权不缺儿子 而且当年的他正值身强体贱 春秋鼎盛 但孙登太过优秀了 在他的身上 孙权已经看到了一个 几乎完美的大业继承人 对于延续孙氏家族的辉煌 对于保证东吴未来 能拥有一位称职的明君 孙登都是无可替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让孙登去做人质的代价就太大了 因此孙权在见到这封信后 就不再演戏了 他立刻集结兵马 掩长江布置防线 准备全力迎战 并下令更改年号 不留一丝余地的彻底与曹丕撕破脸 断绝了隶属关系 要知道 此时距离宜陵之战结束 仅过去了两个月 东吴的将士们 和负责转运粮草军械等物资的民众 并未从此前漫长的拉锯 和高强度的复合中恢复元气 还要留出大量的兵马 布置在西线 防止刘备反扑 陆迅甚至在江陵被围困的 战事最胶着期间 都要被死死的摁在遗陵 不敢挪动 要知道曹丕在三线战场 共投入了35万大军 这是一场三国时期 北方政权 对南方最大规模的征法 这是一个足以头边断流 摧枯拉朽的数字 但这次孙权真的拿出了一个父亲 该有的血性和胆气 坚挺地站在了儿子的身前 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孙登保卫战的胜利 在对孙登的教育上 孙权也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他先后聘请了两位儒学大师 来担任太子太妇 一个是张温 一个是程炳 张温出身于江东四大家族之一的 吴俊张氏 官智服役中郎家 他容貌其微 品行高洁 谈吐不凡 程炳则是从汉末经学大师正玄 孙权听说他学识渊博 便背上厚礼 亲自邀请他出山 直到孙登的学业 公元二二五年 孙权命孙登娶周瑜的女儿为妻 并命程炳主持婚礼 婚后 程炳曾告诫孙登说 婚姻是人论的开始 也是教化的基础 希望你能带头 恪守夫妻之间的礼节 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化 成为天下人学习的榜样 孙登则恭敬的回答说 我一定谨记老师的教诲 孙登的生母地位卑贱 徐夫人对他有养育之恩 但徐夫人与孙权长期分居 宫内的事务实际上有不连师在主持 不连师有时会赏赐给孙登一些衣物 孙登不敢推辞 只是败受而已 而徐夫人派人前来赐给孙登的衣服 孙登都是要沐浴之后才穿在身上 以示对养母的尊重 公元二十九年孙权登基称帝 打算立孙登为皇太子 孙登却当面推辞说 按顺序应该是先策立皇后 再定太子人选 孙权反问道 可你的母亲在哪里呢 孙登回答在吴郡 孙权知道孙登的心思 所以默然不语 再不提立皇后一事 同年孙登被立为皇太子 孙权命大将军诸葛锦的儿子诸葛克 为左府都尉 以府将军张昭的儿子张修为右臂都尉 以丞相雇佣的孙子顾潭为辅政都尉 以骗将军陈武的儿子陈表为义政都尉 这四人又被合称为太子四有 孙权希望孙登能熟读汉书 论对两汉历史的研究 张昭算得上江东的权威 因此孙权命张修先跟父亲学习 再回宫转寿给孙登 与这四人在一起时 孙登从不因自己身份高贵 而要求他们奉行严格的尊备礼节 而是以平民的姿态 与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当时经常出入东宫的宾客 还有南洋明氏谢景 杨道 广陵明氏范慎 丹阳明氏雕玄等人 因此无国的东宫 号称明氏盈门 人才积极 公元二二九年秋 孙权迁都建业 命上大将军陆续 辅助太子孙登镇守武昌 孙登性格儒雅 本质仁慈宽厚 有时出外狩猎 本来能朝小路走尽道 可他为了不践踏庄稼 经常绕远路而行 到了休息的时候 又要尽量选择空闲之处 避免烦扰百姓 有一次孙登骑马外出 一颗弹丸从身边飞过 侍卫们便去寻找射弹丸的人 正好附近有一人手握弹弓 身上带着弹丸 侍卫们准备教训他 但孙登不允许 最终将此人放走 又有一次东宫丢失了财物 查出偷窃者是一名宫中的下属 按律法此人要受重罚 孙登不忍心 只训斥了一番 就将他遣送回家了 并命令身边的人不许张扬 孙登的二弟孙绿出身不高 生母同样是某位不知名的嫔妃 但孙绿自幼聪明好学 多才多艺 孙权很喜欢他 孙绿年仅16岁 就被封为建昌侯 公元230年 18岁的孙绿又被孙权败为镇军大将军 贾捷并移住半周 受开府至世之权 当时人们都担心孙绿太年轻 不能处理好繁杂的政务 可孙绿到任之后 却尊奉法度 敬爱室友 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所作所为 竟然超出了众人对他的期望 此时 东吴未来的政治架构已成出行 孙权一旦遭遇意外 孙登即可顺流东下 在建业即威 有陆逊和孙绿作为群臣和宗亲之首 保证长江防线的安全 但孙权的这份构想 很快就落了空 公元232年 孙绿在半周去世 年仅20岁 孙权闻讯后非常悲痛 饮食骤见 孙登昼夜兼程 赶回建业 劝导父亲 孙权这才少敢安慰 十几天后 孙权打算让孙登返回武昌 可孙登却执意恳求留下 以侍奉父母 弥补一个儿子在孝道上的缺憾 况且陆逊忠诚勤勉 足以保证敬州无忧 孙权最终同意了孙登的请求 公元234年 孙权再次兴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 命孙登留守建业 总揽朝市 当时天灾不断 农田欠收 江东各地盗贼风起 孙登就制定了明确的法令 予以防范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公元241年 孙登突然病重 临终之前 他给孙权上述说 臣毫无功德 自知年命不永 并没有什么可惜的 只是想到将要离开父母 永不能再进攻侍奉 生前无异于国家 死后还要让父亲伤心 这才感觉悲伤 如今天下未定 各地贼寇不清 希望陛下不要怀念臣 割舍掉那些普通人的儿女情长 用心保养身体和精神 这样才能让百姓们有所依赖 臣死而无憾 三弟孙和 仁孝聪慧 望陛下尽早将他立为太子 诸葛克才能练达 可以从旁辅助 如今国家的法令频繁更改 刑罚深重苛刻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父亲能选择合乎时宜的治国方略 博彩众长 宽行轻富 适当的取消一些劳役 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陆逊 诸葛锦 布智 朱燃 权从 朱炬这些人 都是功心为国的忠臣 希望陛下更多的亲近和信任他们 以令国家更加畅盛 当夜 孙登去世 年仅33岁 十号 宣太子 孙权 男人 丧子之痛 老泪纵横 悲痛欲卷 此后一提起孙登 就泪流不止 从孙权被封为无望开始 孙登 工作了二十年的太子 在吴国拥有崇高的圣望 各地的官民百姓 闻讯后 也无不震惊悲气 为之扼腕叹息 豫章探守陷阱 甚至无法克制 极度悲伤的心情 器官不做 来戒业奔丧 孙权体谅他的行为 专门派使者去安慰他 并允许其继续回豫章上任 孙登的英年早逝 深刻的影响了 东吴的政局 和整个三国的历史 同时也对孙权的身心 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孙登之死 是孙权性格的转折点 和分水令 这一年孙权六十岁 之前的他 不管是对孙登 孙绿 还是其他的儿子们 都包含着一个慈父的 嗜毒情深 可之后 这样的柔情 就再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刻薄无情 残忍绝绝 而又狠辣砖断的 冷血帝王 公元238年 孙权最宠爱的妃子 吴国事实上的后宫之主 不炼师因病去世 孙权非常悲痛 追受不炼师为皇后 公元241年 太子孙登在剑也病死 心目中分量最重的 两位家庭成员 在短短三年之内相继离世 也对孙权的身心 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为了稳定后宫秩序 孙权打算将元夫人 策略为皇后 元夫人性格宽厚 品行高尚 有利于继续维持 宫内的和谐气氛 而且元夫人 是元树的女儿 论出身 恐怕没有哪位 嫔妃的家世 能比得上汝南元氏 大臣们也都认为合适 可不想元夫人 本人不同意 她认为自己 膝下无子 不适合统领后宫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吴国的皇后之位 只能继续空置 直到孙登病死 太子之位也进入虚选状态 由于二子孙律 此前早已去世 三子孙和 就很自然的 成了呼声最高的太子人选 孙和自子孝 生母为王夫人 由于孙权的后宫中 有两位姓王的夫人 所以我们暂时称她为大王夫人 大王夫人是徐州狼牙人 因美貌过人 被选入宫中为妃 多年来 大王夫人备受孙权的宠爱 程度仅次于不脸师 因为母亲得宠 孙和从一出生 就被父亲另眼相看 在七个儿子中 孙和的性格最像孙权 他聪慧而有权谋 爱好文学也擅长骑射 在孙和十四岁时 孙权就让他做了一名宫廷侍卫 并命中书令看责 教授他学习精识奠基 孙和天赋极高 总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他尊师重道 李贤下士 待人和善而热情 还经常劝谏父亲 要保重身体 警惕身边的危险 孙权也对这个儿子十分满意 在众皇子中 孙权赏赐给他的衣服和珍宝 数量是最多的 出门在外 孙权也经常会将孙和带在身边 孙登还在世时 就有将太子之位让给孙和的想法 这是孙权一直不同意 临终之前 孙登再次建议李孙和为太子 言辞十分懇切 于是公元242年 即孙登去世的第二年 孙权正是李19岁的孙和为皇太子 以看责为太子太妇 以薛宗为太子少妇 以明氏蔡英 张纯 丰府和严伟等人为侍从 构建起了新一届太子半地 此时的孙和正值春风得意 自己既是长子 又是孙权最喜爱的儿子 母亲有罪得宠 这份太子名位 看似是水稻渠成 不可撼动的 但事实上却没那么简单 首先经历了不脸师和孙登之死 孙权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对于这些自己身边的人 孙权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了 其次就是孙和的母亲 大王夫人 她既与皇后之位多年 有些锋芒外露 性格也远不像不脸师或原夫人那样宽和 与后宫中其他嫔妃的关系十分紧张 孙和做了太子之后 她的地位日渐尊崇 大家怕难以与她相处 都纷纷静而远之 有的甚至主动搬到宫外居住 比如那位不太得宠的小王夫人 就在征得了孙权的同意之后 从建业签到了公安 俗话说 木秀玉林封闭催之 大王夫人本来就得不配位 一时得意更招致了许多人的记恨 这其中就有孙权的长女孙鲁班 三国时期的东吴 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女性 比如天资国色的大小桥 温婉贤良的不连师 刁蛮任性的孙小妹等等 当然也包括孙鲁班 不过她的特点却是 阴狠毒辣 爱搬弄是非 孙鲁班自大虎 是孙权的长女 生母为不连师 因为母亲得宠 孙权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 孙鲁班年少时 先是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寻 一代名将周瑜 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就是孙登的太子妃 次子周印 人品和能力都很平庸 只有这位长子周寻 风度翩翩 很有当年父亲的神采 去了孙鲁班之后 更得孙权的后爱 被拜为齐都尉 只是可惜周寻短命 很早就去世了 于是孙权又做主 让孙鲁班嫁给了魏将军全从 因此孙鲁班又被称作 全公主 孙鲁班与大王夫人素来不和 此时见他们母子得宠 更是恨得牙根发痒 尤其是在孙和被立为太子之后 孙鲁班更是时时感到一股 从背后涌来的寒意 她与大王夫人水火不容 孙权一旦驾崩 大王夫人一定会歇斯报复 到了那时 孙和登基称帝 大王夫人成了母一天下的太后 自己就只能是任人宰割了 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孙鲁班素有权谋 心机深沉 虽然打定了主意 但他并未贸然行动 而是折服待机 私下里派人监视起了孙和母子 暗暗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等待着一个一击致命的机会 公元245年 继孙和被立为太子的第三年 孙鲁班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良机 这一年孙权突然病重 一时竟只卧床不起 孙权便命孙和去孙策的长沙华王庙祭祀 为自己祈福 本来这种政治任务也就是例行公事 早去早回就行了 可没想到孙和警惕性太差 他见杨武将军张修的家离太庙很近 祭祀完天色尚早 就跑到张修家串起了门子 这件事孙和确实欠考虑了 孙权本来就小心眼 担心太子与朝中的重臣走得太近 再加上又是病重期间 时机比较敏感 而且孙和与张修的关系也很特殊 府将军张昭有两个儿子 长子张成官至芬威将军 次子张修官至杨武将军 张成娶了大将军诸葛锦的女儿生了张氏 张氏就是孙和的太子妃 因此张修是孙和妻子的叔叔 两人历来很亲近 孙和在宫中憋得久了 急切的想找张修说说话 却没想到身后正有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自己 孙鲁班在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 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孙权身边 打起了小报告 孙鲁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太子不在庙中 专就非家记忆 记忆也就是秘密谋话的意思 太子可没去太庙啊 而是到太子妃的娘家记忆去了 具体记忆什么就不知道了 您得自己去想了 这句话看似平淡如水 却是极尽挑拨之能事 孙权听后胡疑万分 但强忍着没有发作 过了几天 孙鲁班再次进宫 跑到父亲面前嘘寒问暖 在有意无意间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王夫人看到您病重 脸上竟然露出了高兴的神色 孙权文言历史暴跳如雷 他难以抑制心头的愤怒 当即命人将大王夫人喊到身边狠狠的责骂了一番 孙权教训起人来 用词向来是极其尖酸刻薄的 当时又在气头上 更是什么难听说什么 大王夫人被这么劈头盖脸一顿骂 回去越想越惶恐 很快就病倒了 不久即幽惧而死 可怜这位在不练师之后最得宠的妃子 竟然被孙权给活活骂死了 母亲的横死标志着孙和的太子之位依然遥遥欲坠 他就这样在惊慌和忐忑中 得来了一场更为猛烈的血雨腥风 孙爸自紫薇 年龄比孙和少小 是孙权的第四个儿子 生母为谢夫人 公元242年 孙权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 奉孙爸为鲁王 按朝廷的理智 太子作为国之储君 地位应仅次于孙权 身份是要远比其他皇子尊崇的 可孙权却因为疼爱孙爸 命孙和和孙爸在同一个宫中居住 两人的饮食起居等生活待遇完全相同 理智也没有上下之分 大臣们都认为这样做会给国家招来祸患 丞相雇佣的儿子 太常平尚书士雇谈 尚书说 希望陛下吸取前朝的教训 明确敌数之间的区别 让高下等级有所区分 这样才能断绝兄弟间的非分之想 让骨肉恩情更加牢固 太子的地位安定了 对鲁王也有好处 太子太父武灿也认为 让太子和诸侯王住在一起不太像话 他建议将孙爸调往下口囤住 但孙权一概不听 朝臣们因此更加议论纷纷 最终连世仪都看不下去了 世仪当时担任上书谱业 见鲁王父 是孙爸的老师 连他都认为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乱子 于是给孙权上书说 鲁王天资聪慧 文武双全 作为藩王 他应该镇守四方 成为国家的屏障 这才是最合理的安排 孙权一开始仍是置若望闻 世仪就连续上书了三四次 世仪多年来一直在教导孙爸读书 论感情 恐怕没有哪位大臣 能比世仪与孙爸的关系更亲近 连他都这样反复劝谏 孙权这才有所醒悟 命孙和和孙爸分开居住 但仍旧保留了孙爸 单独设置辽蜀的权利 孙爸则认为 使孙和背地里煽动大臣 施加压力 父亲才会降低自己的待遇 因此开始怨恨孙和 兄弟之间的嫌隙渐渐加深 其实此时二人的矛盾并未公开化 充其量只是暗地里较劲 孙权完全有能力趁着局势可控 将这把火扑灭 可他却昏招频出 同时给孙和和孙爸下诏 命他们禁止结交宾客 专心读书 这是典型的霍悉尼 人家孙和有什么错 这场争斗的起因 本来就是孙权没有给予孙和 作为太子应有的政治地位 这才导致了孙爸不服气 心存幻想 现在又不分青红皂白 各打二十大板 只能是进一步激化矛盾 让局势更加混乱 很多大臣也认为 孙权的处置方式欠托 比如都军使者杨道就曾上书说 现在太子和鲁王都被禁绝与外界来往 官员百姓们都感觉到惊讶和疑惑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犯了什么大的罪过 时间长了 对他们的名声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别的国家的使者来了也会问 到时候你有如何解释呢 见群臣都不同意 孙权只好放宽限制 听之认之 于是孙爸更加有恃无恐 他积极结交大臣 联络党羽攻劫孙和 朝中支持太子的文武 则被迫展开反击 争斗迅速蔓延至朝堂之上 公元245年 孙权听信长女孙鲁班的挑唆 骂死了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孙和的势力遭到致命打击 他整日生活在皇具之中 害怕孙权会随时废除自己 孙爸则认为 自己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取而代之的欲望 虽更加强烈 本来孙和借助太子明位 在这场争斗中 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可王夫人的死 让孙和的前途瞬间黯淡了下来 很多大臣也因此错误的 估计了形势 以为这是孙权 在给孙爸继位扫除障碍 太子被废 这是时间问题 于是朝中的文武们 开始拉帮结派 各自战队 很快便形成了 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 即太子党和鲁王党 其中太子党的主要成员 有丞相兼荆州木陆逊 威北将军诸葛克 原丞相雇佣的两个孙子 太常顾潭和奋威将军顾成 孙权的女儿孙鲁豫 左将军朱炬 原福将军张昭的儿子 杨武将军张修 太子太父武灿 会计太守藤印 车骑将军朱然的儿子 偏将军朱继 陆逊的侄子御时陆印 陆逊的外甥姚信 尚书丁故 尚书普叶屈华 服役中郎将张臣 陆逊陈相等人 而鲁王党的主要成员 则包括票祁将军布智 镇南将军吕黛 孙权的长女孙鲁班 魏将军权从和儿子权继 中书令孙宏 原大司马吕范的儿子 岳其校尉吕聚 孙权的舅舅 原丹阳太守武警的孙子吴安 孙权的堂兄 原郊州刺史孙府的孙子孙琪 诸葛克克的长子 齐都尉诸葛绰和杨竹等人 在这场日趋白热化的党争中 东吴重量级的文臣武将 几乎全部陷入其中 无人可以超然于外 独善其身 两派彼此仇视 不共戴天 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轻则冷嘲热讽 互相谩骂 重则造谣重伤 栽赃无险 从皇宫庙堂到周县地方 唾磨星子满天飞 东吴政坛迅速陷入严重的分裂状态 这种分裂是灾难性的 也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 原来那种按地狱划分的派系 被迫模糊甚至不存在了 连亲属之间也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 反目成仇 比如吕范和诸葛锦 两人当年一个官制大司马 一个官拜大将军 既是至交好友 又是怀思集团在江东的代表 可他们的儿子却一个支持孙和 一个支持孙爸 闹得不可开交 再比如孙鲁班和孙鲁玉 他们是义母同胞的亲姐妹 可孙鲁玉和朱炬夫妻俩 却属于太子党 而孙鲁班和丈夫全从 则是鲁王党的骨干成员 姐妹俩也到了互相拆台 甚至水火不容的程度 更有甚者连父子俩都不在一个阵营 比如诸葛克和儿子诸葛绰 爷俩还要卯足了劲 把对方往死里整 在当时的江东政坛 像这样因陷入党争 而六亲不认的比比皆是 陈寿在三国志陆讯传中 将这种奇葩的现象称作二公并阙 而吴国零零太守 银礼的儿子尹姬 作为亲身经历者 在所住的通语中 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了当时 触目惊心的场景 中外官僚 将军大臣 举国中分 自太子孙和的母亲 王夫人被孙权骂死之后 鲁王孙霸的势力急剧上升 东吴的文武大臣纷纷站队 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 两大敌对的阵营 两派互相仇视 彼此攻击 几成分庭抗礼之势 尤其是鲁王党的成员 他们千方百计的 想把孙和拉下太子之位 扶孙霸上马 以期能带孙权去世 孙霸结位之后 享受到丰厚的权力分红 因此积极罗知罪名 甚至不惜造谣诬陷 对朝中拥护孙和的大臣们 发起主动攻击 早在公元241年 孙权曾拜魏将军权从为大都督 命他率军绕过合肥 进攻寿春 同年4月 权从掘开雀碑 放水淹没了寿春周边的村镇 并烧毁了魏国 设在淮南的粮仓 为郑东将军亡灵 和扬州刺史孙礼 率军迎战 两军连续激战了多日 双方军死伤过半 当时雇佣的孙子雇成 以及张昭的儿子张修 也跟在权从会下 后来魏军逐渐占据优势 权从手下一日之内 竟有十余名高级军官战死在阵前 权靠顾成和张修 不顾生死 奋力抵抗 才遏制住了魏军汹涌的攻势 权从的儿子权续和侄子权端 见魏军进攻手组 就主动率军出击 终于迫使魏军暂时后撤 几日后 见损失惨重 难以取胜 权从随带领全军撤回建业 战后论功行上 大部分官员都认为此战凶险异常 幸亏顾成和张修拼死抵挡住了敌军最猛烈的进攻 因此应当计为首攻 顾成胜任奋威将军 张修胜任杨武将军 而权续和权端迫使敌军撤退 功劳要小于顾成和张修 只双双胜了骗将军而已 权从认为评价不公 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 如今二公党争愈演愈烈 权从一家全部支持孙霸 顾成和张修则都是太子党的成员 因此权从对赵尔人更加记恨 公元245年 即王夫人被骂死的当年 权从与儿子权继 决定从雀卑之战入手 构陷顾成和张修 他们父子俩连续给孙权上书 说当年顾成和张修能被定为首攻 是因为私下贿赂了典军校尉 为他们编造虚假的战绩 孙权委言大怒 魏家详查 便下令将张修逮捕入狱 但暂时并未处置顾成 顾成和各个顾谭 都是成像雇佣的孙子 其中顾谭更是身居要职 在吴国官场的分量非常重 宣太子孙登还在世时 顾谭就是太子私有之一 他天赋异禀 聪慧过人 每次审阅账簿 从不下笔计算 只要大略的看一眼 就能用心算找出错误的地方 吴国的官员没有不佩服他的 选朝上述薛宗 曾评价顾谭 心惊体密 贯道达尾 财照人物得允众望 孙权对顾谭也很看重 曾多次下召赏赐 并特别召见 公元243年 顾谭的祖父顾雍因病去世 孙权立刻任命顾谭为太常 加平上述式 相当于总理了上述台事务 与弟弟顾成一样 顾谭也是孙和的坚定用户者 之前他就曾上述建议孙权 应适当降低鲁王的待遇 以明确敌数之间的差别 此次权从父子 告发顾成和张修 迎死舞弊 虚报战功 孙权之所以抓捕了张修 而并未处置顾成 就是因为喜爱顾谭的缘故 不久 孙权设宴大会群臣 席间 孙权暗示顾谭 让他主动谢罪 替弟弟求个情 可不想顾谭 却正义凛然的回答说 陛下 难道你要放纵谗言 盛行吗 孙权大怒 当即下令将顾谭和顾成 免职囚禁 鲁王党趁机大造舆论 他们联合上书 弹劾顾谭 藐视君王 犯了大不敬之罪 暗律应当处死 最终孙权看在他们的副组 顾庸和张昭的面子上 将顾谭 顾成和张修三人 流放到了娇州 鲁王党的成员 中书令孙宏 为人阴险狡诈 他与张修素来不和 张修被流放后 孙宏又落井下石 多次在孙权面前 进县谗言 公元245年 刚走到娇州的张修 便被孙权下召刺死了 年仅41岁 不久 顾成也在愤恨交加中 染病去世 年仅37岁 顾谭虽然在中书机构 任职多年 但他不治家财 生活节俭 娇州的条件又很艰苦 两年后 即公元247年 顾谭在娇治军病死 年仅42岁 顾世兄弟和张修的悲惨结局 让太子党的势力再造重创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孙权的心里 孙和已经完全是宠了 之所以暂时 还能在太子的位子上 苟延残喘 无非就是因为 他的背后还有靠山 形象的说 孙和的手里 握着两只拐杖 只要这两只拐杖不到 他的太子之位 就能温如泰山 其中一只是他的母亲 王夫人 可就在不久前 这只拐杖已经不存在了 这也导致了孙和的位置 开始左摇右晃 但还不至于被废除 因为他的手里 还握着另一只拐杖 而这也成了孙和最后的屏障 这只拐杖 就是东吴的镇国之宝 丞相兼荆州木陆逊 陆逊在东吴 堪称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他性格谦逊 为人低调而谨慎 注重修身养性 至家也极其严格 因此虽然位及人臣 但朝廷内部的政治争斗 他实际上极少参与其中 多年来 陆逊一直在武昌驻守 基本不回建业居住 所以不管是太子孙和 还是鲁王孙霸 陆逊与他们的私交 都算不上亲密 此次二宫之争 陆逊一直处于隔岸观火 两不相邦的状态 从派系上来说 陆逊与太子党和鲁王党 始终在刻意保持着一种距离 因此他本人 其实既算不上太子党 更不是鲁王党 虽然在主观上 想要置身事外 但受制于盘根错节的家族联姻 陆逊与太子党的很多成员 都有着剪不断 离海乱的关系 比如此次被流放致死的 顾潭顾成兄弟 他们的祖父是上一任丞相顾雍 父亲为原豫章太守顾少 而顾少的妻子 也就是顾氏兄弟的母亲 就是远九江都尉 陆骏的女儿陆氏 陆骏就是陆逊的父亲 因此陆逊 其实是顾潭和顾成的亲舅舅 再比如这次被无辜刺死的 杨武将军张修 他与哥哥张成 都是远福将军张昭的儿子 张成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孙和的太子妃 另一个则嫁给了陆逊的儿子陆炕 因此陆逊与张成是儿女亲家 陆炕还得管张修叫一声叔叔 同时陆炕与孙和还是连金关系 另外陆逊的侄子陆印 外甥姚信也都是孙和的亲信 因此陆逊与太子党的关系 根本就是撇不清 也择不开的 在感情上陆逊却是更倾向于孙和 现在顾潭 顾成和张修武端获罪 鲁王党对其他太子党成员的构陷和重伤 正愈演愈烈 陆印和姚信等人 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 现在他们头顶的屠刀随时都会落下 每每念及这些家族后辈的安慰 陆逊的心中更是焦虑万分 即使不考虑私人感情 从贡心出发 陆逊也希望太子的地位能够稳固 这样有利于维持整个东武朝局的安宁和稳定 想到这里 陆逊决定不再沉默 他要直言劝谏 距离离正 希望能靠自己的影响力平息这场惨烈的风波 但问题在于 一方面他与太子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难让孙权相信自己的谏言 的确是处于一片攻心 搞不好自己也会被卷入漩涡之中 引火烧身 另一方面 陆逊又相信自己与孙权的那份相互扶持 患难与共的情谊 毕竟两人已经相知相交 风风雨雨的走过了四十余年 孙权应该了解自己 正是怀着这种忐忑而又复杂的心情 十年以63岁的陆逊 复在昏黄的油灯下 给远在建业的孙权 写下了一封奏表 在二宫之争爆发的初期 由于陆逊没有过早的介入其中 因此他与大部分鲁王党成员的矛盾并未激化 有的甚至交情还很不错 比如全从 师庭之战期间 时任隋南将军的全从与奋武将军朱环 一起归大都督陆逊指挥 三人通力合作 大败为大司马曹修 斩杀俘获了上岸人 取得了一场东吴对曹魏陆战史上的空前胜利 也将一向自信心不足的孙权送上了帝王宝座 战后陆逊驻荆州 全从驻扬州 这两位主帅随各守一方在位共事 但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 孙河被立为太子 孙霸被封为鲁王之后 两人分别设置辽蜀 培植亲信 渐渐进入对立状态 当时全从曾给陆逊写过一封信 在信中 全从描述了当前朝中的情况 说很多官员都主动把他们的子弟 派到孙河和孙霸的身边 担任侍从或敬畏 询问陆逊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陆逊回信说 这些子弟若真有才干 是不愁得不到任用的 但不能为了追逐名利去私自请托 如果不能胜任 即使给他们官职 最终也会给家族招来祸患 但全从并未听从陆逊的忠告 不久他的儿子全继就加入了鲁王党 成为孙霸的做上宾 陆逊听说后再次给全从写信 劝说他严格管教后辈 不要放纵儿子轻易介入党争 全从非但不听 反而开始记恨陆逊 后来二公之争愈演愈烈 先是孙鲁班挑唆孙权 骂死了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然后在全从父子的诬陷之下 张修被刺死 顾探和顾成兄弟遭流放 鲁王党逐渐占据上风 太子党难以招架 于是很多人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陆逊身上 盼望他能公开出面拥护孙和 比如太子太父吴灿 就曾多次给陆逊写信 向他通报朝中的情况 杨竹是孙霸的亲信 也是鲁王党的核心成员之一 孙权对他很宠信 有一次孙权召见杨竹 二人秉退左右 秘密讨论储君的人选 杨竹自然是极力推荐孙霸 他不断劝说孙权 表示孙霸文武双全 主耳不凡 应当废掉孙和 立孙霸为太子 两人谈了很久 孙权最终同意了 当时孙和和孙霸 都在大力网络亲信 贿赂工人 同时也在孙权的身边 安插了很多耳目 孙权与杨竹的这番谈话 就正好被躲在床底下的 一名侍从给听到了 他出宫后立刻将此事 禀报给了太子孙和 正赶上陆逊的侄子 欲使陆印要去武昌公干 临行前向孙和刺行 为了掩人耳目 孙和没有当众接见他 暗地里却穿着 普通百姓的衣服 坐上了陆印的马车 见面后 孙和紧紧握住陆印的手 泪流满面的哭诉道 父皇近期就要废除自己 请务必求陆逊上表劝谏 否则就来不及了 陆印到达武昌后 将此情形告知了陆逊 陆逊这才决定给孙权上书 力保孙和 可陆逊的奏表 送到剑夜之后 却如同泥牛入海 药无音信 兼孙权置若网文 陆逊就又连续写了很多封奏章 并请求亲自赶到剑夜 觐见孙权 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太子是皇位正统的继承人 太子的地位稳固 国家才能安定 绝不能听信谗言 轻易将太子废除 看到这里 孙权极为不悦 他怀疑自己与杨竹的谈话泄露了 因此赶紧召杨竹前来询问 逼命他全权负责查查此事 几日后 杨竹回奏说 陆印有重大嫌疑 近期只有他去过武昌 孙权又派人去武昌询问陆逊 是如何得知太子将要被废的 陆逊回答说 是陆印告诉自己的 孙权立刻下令抓捕陆印 严刑拷问 陆印是太子党的骨干成员 为了保护孙和 他编造说是杨竹告诉自己的 孙权大怒 又将杨竹逮捕入狱 杨竹竞不住严刑拷打 最终承认是自己泄露了消息 孙权信以为真将杨竹斩首示众 陆逊光明坦荡 毫无隐瞒 孙权并未抓住他的把柄 孙和也洗脱了嫌疑 废太子一世得已不了了之 受尽了酷刑的陆印 则被释放出狱 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陆王党没有借此扳倒陆逊和孙和 反而还搭上了杨竹的性命 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不肯善罢甘休 很快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子太父武灿 此前武灿就曾多次上书 建议降低孙爸的政治待遇 将杨竹逐出戒业 于是孙爸 孙鲁班和权继等人 就又一起在孙权面前造谣诋毁 陷害武灿 公元245年 孙权下令将武灿抓捕入狱 不久武灿便在狱中被处死 武灿只是这场党争的又一个牺牲品 他的死说明孙权的内心 此时已经无限偏向孙爸 但问题是武灿的罪名 按三国志陆逊传的记载 太子太父武灿 做术与逊教书 下于死 意思就是太子太父武灿 之所以被抓起来处死 是因为术与逊教书 也就是数次与陆逊通信 天啊 陆逊不是敌人 不是叛反的逆贼 他是吴国的丞相 就因为给他写信 就要被处死 那陆逊成什么了 从孙权给武灿安插的罪名来看 陆逊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武灿死后 孙权连信都懒得写了 他连续派遣共中的使者 前赴武昌 当面责骂陆逊 就像骂死王富人那样 骂的是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不让陆逊写咒书反驳 更不允许他会见夜甚便 陆逊甚至连自己的罪名都不知道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劈头盖脸一顿骂 而且还是天天骂 试问别说是陆逊这样儒雅清高 是冥结如生命的士族贵胄 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百姓 又有谁能接受 不久陆逊在武昌含恨去世 十年六十三岁 陆逊死后 有关官员前来清点他的家产 发现陆逊生前极其节俭 家中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财产 当时陆逊还留下了五千名私人不娶 这支部队是无法交给其他人统领的 于是孙权就任命陆逊的儿子陆康 为贱武校尉 令他前往武昌处理后事并接掌军队 不久陆康护送着父亲的灵鹫回归武军 中途进攻向孙权谢恩 可不想孙权竟然还没消气 他将陆康软禁在府中 禁止他出门或接见宾客 派施者拿着羊竹捏造的二十件罪状来责问陆康 当年陆康年仅二十岁 可他不假思索 逐条驳斥 便达的很有条例 孙权心中的不满 这才稍稍缓解 人说真正的朋友应该同甘共苦 也有人说与君王在一起 总是共患难容易 同享乐难 按说孙权与陆逊 也算得上既经历过磨难 也享受过富贵的挚友了 当年的遗陵之战 陆逊临危受命 即使是无军节节败退 大部分将领都心怀不满的至暗时刻 孙权也选择坚定的站在陆逊身后 孙权签回建业之后 将荆州的事务全部交给陆逊决断 甚至还专门刻了一块自己的玉玺 放在陆逊的住所 连与刘善和诸葛亮的私人书信 都要先征求陆逊的意见 君臣间相互信任到此种程度 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可就是这样的感情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凄凉 到了该去中人散的时候 孙权逼死陆逊的手段竟是如此下作 心情竟是如此急迫 可正当满朝大臣都在唏嘘吐死狗烹 凯探人心凉薄的时候 孙权再一次出手了 这次他竟然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女婿和儿子 用一种更极致的冷血 在向臣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 别再心疼陆逊了 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杀 更何况别人呢 不要逼我出手啊你 我发起疯了连自己都怕 自公元245年陆逊去世 几年内东吴又有多位重臣相继离世 尤其是公元249年权从病死之后 太子党和鲁王党之间的争斗开始趋于缓和 孙权也渐渐意识到 这场党争如果不能尽快结束 未来将会酿成更大的祸患 有一次孙权与世中孙俊闲聊 孙权满面愁容的说道 皇子兄弟们之间不和睦 大臣们分成两派 这恐怕会招致 类似当年袁绍那样的失败 被天下人耻笑啊 孙权明白 此时二宫之间的仇视和对立 早已是水火不容 一旦自己去世 孙和继位 鲁王党必遭血系 同理 如果让孙爸继位 那么大批太子党的成员 也将迎来灭顶之灾 总之 这二人不管谁登基 这场浩劫 都是在所难免了 于是 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 孙权决定舍弃孙和和孙爸 改立他人 孙权以为 自己这种心思上的转变 其他人是难以察觉的 可令他觉想不到的是 有人早就已经不露声色的 洞察到了一切 这个人 就是他的长女 孙鲁班 按派系 孙鲁班属于鲁王党 在与孙和的斗争中 他与丈夫全从一家 都坚定的 站在了孙爸这一边 但跟其他的鲁王党成员相比 孙鲁班又是最特别的一个 当年他构陷孙和 趁祭祀的间隙 与张修私下密谋 又挑唆孙权 骂死了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之后 故事兄弟被流放 张修和武灿被刺死 这一桩桩惨剧的背后 都有孙鲁班在不断攒夺 推波助澜的身影 可以说孙和对孙鲁班 是真正的咬牙切齿之恨 孙和一旦即位 孙鲁班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也是孙鲁班最大的恐惧 换句话说 孙鲁班纯粹是因为 反对孙和才去支持的孙爸 在他的心里 只要不让孙和结位 换谁都可以 不一定非得是孙爸 这也是他与所有鲁王党成员 最大的区别 自从王夫人去世之后 孙权晚年专宠潘夫人 潘夫人名潘叔 是会计军勾章线人士 他出身不高 父亲曾在县中做过小例 后因犯了罪 被处死 潘叔就被伐末入宫 成了一名织布的婢女 孙权见他美貌 就将他纳入后宫为妃 潘叔给孙权 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儿子孙亮 孙权老来得子 对孙亮非常宠爱 孙鲁班擅长察言观色 尤其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 他敏锐的觉察到 孙权有利孙亮为死的想法 当时孙亮年龄很小 陆迅被孙权逼死的时候 孙亮才只有两岁 孙鲁班心机极其深沉 对他来说 年幼的孙亮 比孙爸更容易掌控 孙亮如果能顺利即位 自己就可以坐收 二宫争斗的渔翁之力 趁机掌控朝政 于是孙鲁班刻意接近潘叔 频繁示好 并多次在孙权面前 称赞他们母子 权从的侄子权上 有个女儿权侍 管孙鲁班叫唐祖母 权侍比孙亮还小一岁 但他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 孙鲁班想 如果能让权侍嫁给孙亮 那么自己在孙亮结尾后 必能权清朝野 权侍家族的荣华富贵 也就温柔泰山了 可问题是 孙亮和权侍都太小了 还远没到 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在孙鲁班夜里 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此后数年 孙鲁班每次进宫 都要刻意将权侍带在身边 并经常当着孙权的面 夸赞权势 渐渐的 孙权对权势 也是越看越顺眼 有了孙鲁班的权力协助 孙权对潘叔和孙亮的宠爱 也在与日俱增 可鲁王党 失去了孙鲁班这颗台柱子 很快就玩不转了 孙爸迅速失踪 圣迹一失的鲁王党 逐渐失为 公元250年秋 孙权终于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他先生命人囚禁了太子孙和 孙权的女婿 票弃将军朱炬劝谏说 太子性情然厚 孝敬父母 平宿里待人也很和善 所以天下的臣民都爱待他 您这样无端将其囚禁 我怕太子不堪受辱 到时候出现汉武帝巫骨之祸 那样的悲剧 就无可挽回了 但孙权执意不听 于是朱炬便与上书谱叶曲话 一起带着众多文武官吏 在头顶抹上泥巴 自己将自己捆绑起来 连续多日跪在宫门外 为孙和求情 孙权极其厌恶 历生斥责众人 是无理取闹 但百官仍然坚持跪着 不肯离开 孙权就命人将朱炬和曲话 拖进宫中 二人再次在孙权面前 聚礼力争 太子仁爱贤德 名声波于四海 如今天下三分 强敌在外 实在不宜动摇国本 望陛下散思 二人磕头磕的头上 都流出了血 但言辞语气 仍旧刚正如初 毫不退让 孙权大怒 命侍卫们将朱炬和曲话 暗倒在地 各自打了一百棍 然后将二人逐出戒业 朱炬将之为信度俊成 曲话则直接免之回乡 但朱炬还没等到任 就又遭到了中书令孙宏的误告和陷害 孙宏竟然私自伪造诏书 将朱炬赐死 朱炬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十年五十七岁 服役都为张纯 吴乃都陈正和吴义都陈相 貌似尚书之见 他们引诱春秋时期 晋国的立即之乱 劝孙权引以为戒 不要废除太子 孙权勃然大怒 下令将张纯拖到闹市斩首 陈正和陈相二人 已灭三族 孙权的残暴 真是令人发指 陈正和陈相 既没有谋逆 也没有造反 只不过是觐见了几句忠言 他们有什么罪 竟然要被灭族 他们的妻儿老小 父母家眷 何其无辜 不久 孙权正式下招 废除孙和的太子名位 将其流放到故障 群臣中 包括陈述的外甥姚信在内 因劝谏而被诛杀和流放的多大几十人 实在众贤怨之 人们都为孙和和这群中正的大臣干到怨屈 从公元242年到250年 孙和共作了八年的太子 这八年间 孙和谨小身为战战兢兢 从来没有做错什么 却频频成为重伤和打击的对象 此次突然被关押流放 甚至连个罪名都没有 这位堂堂异国之储君 当的实在是憋屈 仅两年后 权臣孙俊又将孙和流放到了新都 并害使者刺其自禁 临死前 孙和与妻子张氏一一戏别 张氏回答说 无论吉凶我都跟着你 我终究不能一人活在世上 于是夫妻二人 双双自杀神亡 孙和年仅29岁 不过好在孙权生前 并未对孙和下厮寿 罗王孙爸就不一样了 这位满心以为能压倒哥哥 继承大业的急先锋 转眼就成了被孙权 弃之如必喜的工具 同年 孙爸被孙权下诏刺死 可笑的是 罪名竟然是图谋危害 前太子孙和 孙爸的党与权技 吴安和孙齐等人 也全部被孙权处死 诸葛克的长子诸葛绰 则因为依附鲁王 被父亲亲手镇杀 同年十一月 孙权正式下诏 改立八岁的孙亮为皇太子 以七岁的权氏为太子妃 次年下 正式策立潘叔为皇后 这是孙权立国以来的第一任皇后 此前的不练师 也只是死后追风而已 孙亮也由此成为孙权此生 唯一的一位嫡子 其继承人的地位 再也无法撼动 至此 这场从孙和被立为太子开始 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二宫之争 彻底落下帷幕 大批年轻一代中的俊才 遭牵连祸罪 东吴的元气 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耗中 损伤惨重 多年来 朝中和睦团结的气氛 和相对平衡的权力格局 被打破 此后几十年 内斗都将成为 吴国朝廷的主旋律 按孙权自己的说法 他是怕重蹈当年袁绍的覆辙 这才痛定思痛 壮实断乱 可南朝的史学家 裴松之却评论说 袁绍和刘表的情形 很类似 他们都认为 小儿子比长子更贤良 这才有了 将家业 传给小儿子的想法 与孙权这种 一方面把孙和立为太子 一方面 又毫无节制的宠爱孙爸 有本质的区别 裴松之的意思很明白 人家袁绍和刘表再婚 也不过就是贤掌爱幼 一碗水没端平 但他们还在世时 家庭成员之间表面上 起码还是和谐的 文臣武将也并未因此而互相仇视 进而爆发争斗 他们更没有杀死自己的儿子 足诸劝谏的大臣 可孙权却亲手导演了 自己的家庭悲剧 连带朝廷内外 全国上下 一片乌烟瘴气 栽赃嫁祸 造谣诽谤者 大行气道 孙权如此荒庸暴力 滥杀无辜 还好意思厚着脸皮 提人家袁绍吗 东吴有四个累世公卿的 名门望族 被并称为江东四大家族 即吴俊陆氏 吴俊顾氏 吴俊朱氏 和吴俊张氏 这四个家族 又因为全部出自吴俊 而被称作吴俊私姓 其中吴俊陆氏的代表人物是陆逊 吴俊顾氏的代表人物 为丞相顾庸 儿子顾邵和顾邵的两个儿子 顾潭和顾成 吴俊朱氏的代表人物 为前将军朱桓和弟弟 左将军朱炬 吴俊张氏的代表 为服役中郎将张温 和海婚令张敦 及儿子服役都尉张纯 直到公元245年 二宫之争 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前 顾庸 顾邵 朱桓 张温和张敦五人 已经去世 剩余的陆逊 顾潭 顾成 朱炬和张纯 竟然全部支持太子孙和 不仅如此 武灿 鹿印 和姚信等人 也都是江东本地的名士 相反 鲁王党的构成 却大多是怀斯集团 和宗室成员 比如布智 吕代 吕俊和诸葛措 就都是江北人 吴安是孙权的舅舅 原丹阳太守 武警的孙子 孙琦 则是孙权的堂兄 原郊州则是孙府的孙子 随着党中的激烈程度 日渐升级 两派彼此的政治轻涯 也愈演愈烈 其争斗的焦点 渐渐凝聚在了 陆迅和权从的身上 陆迅是东吴的群臣之首 权从的官职 虽然略低于布置和履带 但史书中 仅提到了布置履带 属于鲁王党 却并未记载这二人 参与孙霸夺地的具体事迹 因此陆迅和权从 才是各自派系的主力 权从自紫黄 吴俊前唐人 父亲名叫权柔 居孝连出身 曾在东汉朝廷 做过尚书幼城 后被败为会计东部都尉 乍一看 全家貌似世代官宦 也是江东的一门大族 但实际情况 却并非如此 孙策攻约江东时 以江北五人为班底 用血腥手段 对本地的士族 使用高压政策 导致这些人 与孙氏家族 一直处于对立的 不合作状态 直到孙权继位后 缓和了与江东士族的关系 情况才出现好转 比如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 陆迅 雇佣 朱桓和张温 就都是在孙权时代 才开始入室为官的 但全从的父亲全柔 就不一样了 公元196年 孙策带兵进入江东 全柔立刻率领部署 归附了孙策 孙策也对他为以重任 表情做了弹阳度尉 因此全柔虽然居于江东 但与陆氏 顾氏等士族名门 却并不是同一类人 他实际上 与同样出身江东的董西 和林操等人一样 代表着环四集团的政治利益 全从武将出身 靠战功一步步升至校尉 将军 早年全从与陆迅的叔叔陆继 雇佣的儿子顾绍 一起与庞统叫好 公元210年 周瑜在巴丘去世 庞统作为公草 带着周瑜的灵鹫到京口送丧 等到庞统准备回荆州的时候 陆继 顾绍和全从结伴为他送行 当时庞统评价三人说 陆继虽是奴马 但角力强劲 顾绍虽是弱牛 却能负重原形 全从爱慕名声 虽然智力不足 但也是一时之佳人 当时这三人都认为 庞统的点评很客观 因此互相之间的交情更深了 可三十年后的这场二宫之争 陆继的侄子陆迅和顾绍达的顾谈 顾成竟全部死于全从的陷害之下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了 全从不仅与陆迅和顾氏兄弟不合 他与吴郡诸氏的代表人物 前将军朱环也是颇为不睦 两人嫌隙很深 不过多年来 孙权对全从却始终极其宠心 尤其是去了孙鲁班之后 全从更是被拜为魏将军 左护军领徐州木 他也是进陆迅之后 第二位被加放为大都督的三军主帅 受重用程度 在东吴的武将系统中仅次于陆迅 与车企将军朱燃在伯仲之间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太子党和鲁王党 两派主要成员的结局了 其中孙和被废除后流放至故障 陆迅在孙权的逼迫下忧愤而死 远丞相雇佣的两个孙子 太常顾坛和愤威将军顾成被流放至死 孙权的女儿孙鲁豫 也因为在这场党争中得罪了姐姐孙鲁班 而在数年后被权臣孙俊所杀 左将军朱炬被孙鸿绞召召死 远辅吴将军张昭的儿子杨武将军张修被刺死 太子太父武灿被诛杀 陆迅的侄子御使陆印被抓捕入狱 受惊酷刑侥幸侥幸生还 陆迅的外甥姚信被流放 上书破爷屈谎被免职回乡 服役都尉张纯被斩首 吴难都陈正和吴灵都陈相被一灭三族 鲁王孙霸被刺死 魏将军权从的儿子全继被诛杀 武警的孙子吴安被诛杀 孙府的孙子孙琪被诛杀 诸葛克的长子齐都尉诸葛绰被父亲镇杀 杨竹被诛杀 尸体抛入长江 去掉孙权的两个女儿孙鲁玉和孙鲁班 截止到孙权去世之前 仲臣之中有明确记载介入二宫之争 而又没有被牵连获罪的 只有原大将军诸葛锦的儿子 威北将军诸葛克 会计太守藤印 车骑将军诸然的儿子 骗将军诸葛 票旗将军布置 镇南将军吕黛 魏将军全从 尚书丁雇 中书令孙鸿 和原大司马吕范的儿子 乐器校尾吕聚 这九个人而已 在这九人中 只有孙鸿的籍贯 史书没有记载 区域八人有五位属于怀斯集团 包括狼牙阳都人诸葛克 北海巨县人滕毅 林怀怀音人布置 广陵海陵人吕黛 和汝南西洋人吕聚 剩余三人 全从的情况前面已经提过 朱继虽然是丹阳顾张人 但他的父亲朱燃 却是孙间旧部朱智的杨子 丁雇虽然是会计山一人 但他却是寒门出身 据会计点路记载 丁雇的父亲丁岚 家境贫困 小时候的生活极其艰苦 综上所述 在这仅有的九位 没有获罪的太子党 和鲁王党成员中 除了来路不明的孙鸿 竟然没有一个 是江东本地的大族出身 也难怪有人说 这场二宫党争 实际上就是孙权 为了打压江东的士族力量 而故意导演的一场大戏 孙霸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可这么说 却难免有时偏驳 据孙权与杨竹的密谈内容来看 孙权当时确实 有利孙霸为太子的心思 即使受制于低位的出身 孙权一贯 对江东士族缺乏信任 可这场斗争的惨烈程度 和造成的恶劣影响 已远远超出了孙权的预期 其实仅一两年之后 孙权就后悔了 公元251年 陆迅的儿子陆康 从台桑回建业治病 孙权拉着陆康的手 哭着与他告别 我过去听信谗言 与你父亲不和 我对不住他 之前那些构陷他的材料 我都命人焚毁了 不要再让后人看到这些了 除了陆迅 孙权也知道自己 亏欠了孙和太多 临去世前 孙权曾想召回孙和 但无奈孙鲁班 孙俊和孙宏等人坚决阻挠 孙权当时又已病入膏肓 这个心愿最终没能实现 孙权的本意 是让诸葛克接替陆迅 辅佐孙亮 执掌东吴军政 但诸葛克制大财疏 他既没有父亲诸葛锦那样的沉稳 更不具备陆迅那样的军事天赋 江东士族的力量 又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 最终导致孙亮无法亲政 大权落入宗亲之手 在这样一个世家大族 从发展走向巅峰的过渡时代 东吴也只能在一次次更加惨烈的内斗中 无可奈何的走向灭亡 曹操之家严格 对子女从不浇惯 曹操晚年 虽然曹丕和曹植也曾为了王位而明争暗斗 但主要参与者却都是丁蜜 杨修这样的小角色 一线重臣极少牵涉其中 刘备临死前还在教育刘善 自己不值得学习 要多向诸葛亮请教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与曹操和刘备相比 孙权晚年对子女的教育是极其失败的 他有时猜忌多疑 偏听偏信 对他人的挑唆不加分辨 有时又罔顾礼法 毫无原则 由着自己的性质 不加节制的一味偏重 甚至溺哀 尤其是对女儿孙露斑 从幼视孙权怀疑孙和 到挑唆孙权骂死王夫人 从怂恿孙爸攻击孙和 挑起二公争斗 到揣托全从父子 构陷张修和顾成 从舍弃孙爸脱离陆王党 到交好攀叔 全力扶持孙亮 从运作年仅七岁的权势 或逢太子妃 到操纵权臣 扼杀孙和最后的希望 孙权看似高高在上 邓若关火的掌握着一切 但背后的控局者 实际上却是孙鲁班 无论孙权的初心 在于打击江东士族 还是单纯的闲掌爱诱 这样的党争 都是毫无意义的 其结果也只能是图号国力 两败俱伤 孙鲁班一介女流 专爱搬弄是非 他不懂长有尊卑 无视朝廷理智 更不在乎国家利益 他把年老婚会的父亲 拿捏于掌骨之中 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个人冤仇 满足权力私欲罢了 在这场党争大戏中 孙权空有一个导演的名头 却将剧本 交给这样的编剧来执笔 又能指望拍摄出 什么理想的剧集呢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滑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